你认为现在手机发展进步最快的是什么? 屏幕?性能? 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是影像的进步 毕竟如今旗舰手机的影像能力都能和相机一较高下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已经对于手机背后硕大的镜头模组习义为常 但如果是11年前呢? 这是来自2013年诺基亚的Lumia 1020 第一眼就能注意到它硕大的镜头模组 表明了它不一般的身份 4100万像素 蔡司认证 Purewheel纯景 掀起闪光灯 鸡血镜头盖 11年前 你和我说这是个卡片相机 我肯定信 毕竟那时候的手机哪有方向能翘这么高大 从N9开始延续到Lumia的经典简洁外观设计 让1020的镜头部分十分的显眼 因因此得名奥利奥 嘿 你别说 还真别说 而且Lumia 1020上还能看到不少诺基亚对于外观设计的小心思 比如闪光灯 各按键 扬声器和机身的圆角矩形设计始终匹配 还有挂绳孔 好强 甚至连挂绳孔都有形状匹配 尤其是机身顶部的麦克风 耳机孔 SIM卡开关 竟然都做到了对称 强迫症狂喜 那不过主角还得是1020这个4100万像素的摄像头 1.5分之1的传感器大小 相比同时期iPhone5 3.2分之1的大小和800万的像素 可谓是粘雅级别的存在 并且Lumia 1020也是第一款搭载专业拍摄界面的手机 真为手机设计的优秀参数调整界面 简直酷炫到不行 应用性也相当高 还有着配套发售的拍摄手柄 有着刚刚好1020毫安的电池 细节 那改善手感的同时 还可以给手机当个充电宝 那10亿年前的4100万像素 到底是什么水平 我们一起来看看 Lumia 1020同样有着优秀的视频拍摄能力 支持1080P30帧的视频录制 2013年歌手艾利·古尔丁有一首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的MV就使用的是Lumia 1020录制 1020本身也在MV中多次出现 片头还刻意标明 Shot entirely on a Nokia Lumia 1020 11年前Lumia 1020如此优秀的拍摄效果 在当时几乎是秒掉所有手机和小底DC的存在 甚至当时Lumia 1020所搭载的骁龙s4处理器 都无法直接支持4100万像素 是诺基亚微软和高通合作特意重写了骁龙s4的ISP 才使得骁龙s4和当时的WP8.0能够驾驭4100万像素 啥你问到2013年了为啥不用骁龙800 因为微软还没有完成对骁龙800的适配工作 那即便有个猪队友 1020依然能够将如此强大的拍照性能 附体在如此轻薄的智能手机之上 不管你是苹果还是三星 除了诺基亚 这是业内任何溢价公司都做不到的 诺基亚同志手机市场所积淀的技术和工业设计制造能力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老话说了 走快半步是先进 走快一步是先知 诺基亚直接给你看看 傻叫嗷嗷跑 那万万没想到啊 让猪队友给一拽咔嚓扯了大 2013年诺基亚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影像实力的1020 甚至更全面的925 展现了诺基亚惊人的技术沉淀和研发实力 但早已没有了当年920面试时的瞩目与期待 原因正是在于微软管身不玩痒 大手一挥把Windows Phone系统甩给了诺基亚自个玩 WP系统入局太晚 本身就缺乏应用支持 还弄出了个WP8不支持老硬件的事 可怜巴巴的诺基亚在系统上干不过LS和安卓 正好努力在自己的手机工艺和创新上下功夫 但即便工艺和创新再强 拍照再强势 并无法弥补应用方面的劣势 因为很有可能某热门APP的WP8版本 并不支持远途上传 在统一压缩到几十万像素后 1020的优势荡然无存 或者你拍的照片 无法及时分享到某个新兴的网络社区上 因为WP系统还没有适配 即便1020的拍照强大 夜景更是无敌 环保全宇宙 但可能是那时候的1020用户 在晚上抱着手机 就只能拍拍照片了 没有应用可刷 画手机了 墨基啊 不是你这Q空间怎么只能看动态 这个微信连个小游戏都没有 你不会连个饿了吗 美团都没有吧 我的Hear地图能理想到 那你为什么不用百度地图呢 没有 虽然WP系统长得帅 动画干净凌厉 没有千奇百怪的提示框 系统也十分流畅 不会有卡顿困扰 但即使是在当年 Lumia 1020生命力正旺盛的时候 也没有太多的APP可用 不过还依稀记得 WP系统中更新最快最完善的应用 当属IT之家 我也是从使用WP系统这段经历 得知了青岛水库 浮露及悬瘾 那时还对WP的未来抱有一丝希望 直到2015年3月10日 苹果发布Apple Watch之后 一件事的发声 让WP用户的怨念达到了顶峰 Apple Watch发布当天 支付宝钱包在微博上表示 已经完成适配Apple Watch版本的开发工作 中国用户在订购Apple Watch之后 可以在第一时间用到最受欢迎的 移动支付功能 而与之相对的WP版支付宝钱包 最后一次更新 已是半年多前的2014年8月12日 且功能依然十分简陋 连必要的扫码 生活服务等这些功能都没有 WP版支付宝累计两年的更新 都没有Apple Watch第一个版本多 这种落差激怒了部分WP用户 他们纷纷在支付宝钱包官方微博上回击 刷屏多达26万多条评论 高呼支付宝为支付表 事发之后第二天 支付宝官方微博挖粉 找到陈安妮的对不起我指过1%的生活的热门 微博转发并评论到1%的奇迹 来自于100%的努力和99%的运气 你为什么选择1%的生活 此举让WP用户认为支付宝根本没有把数千万国内 WP用户放在眼里 很多用户把头像换成Windows标志并回复 I am 1% 认为支付宝就是在戴着油色眼镜看待用户 轻视甚至无视所有对支付宝更新WP客户端 由着殷切期待的所有用户 WP用户与支付宝间的战争瞬间提升到了最高程度 这也是当年名震一时的1%事件 但讽刺的是直到WP系统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WP端支付宝也未曾迎来功能全面的更新 很多人喜欢诺基亚 欣赏WP系统的设计语言 心甘情愿成为那1%的WP用户 但苹果和安卓两大这样的步步紧逼 诺基亚和微软的貌合神离 注定了WP用户未来百分之百的遗憾 2020发布仅三年后的2016年 WP的发展就彻底走了下坡路 直到2018年的彻底放弃 伟大的安妮 对不起 我治过1%的生活 开篇第一句说道 曾经你有一个梦 对于所有真正喜欢过WP 热爱过WP平台的WP用户 甚至是诺基亚而言 Windows Phone就好像是一场 刚刚醒来还清楚记得的美梦 明明只过去了10年而已 但已恍如隔世 那些微软与诺基亚之间的分分合合 我们明明都还清楚记得 可惜这场梦再也没有机会成真了 致富宝的挖苦一语成衬 WP输给了1%的诅咒 输给了现实 做这期节目时 无意间看到一篇2013年的文章 作者在最后问道 你们觉得蔚来的智能手机 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11年后的我 如果告诉他 现在智能手机就长得像 那时的1% 1020那样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如果你在11年后 看到了这条视频 也不妨告诉我一下 那个未来的智能手机 是什么样子的吧 啥 你都 嗯 是吗 哈哈哈哈 Shot in telly 啊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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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 in t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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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t in telly